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孔孟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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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看法 恐龙一定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動物 當然不是 之前港大有一個化石的展覽 是嗎? 不如現在馬上去吧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我是孔孟宏盛 我是孔孟宏 今天我們來到 香港大學的 《孔孟宏盛》 地質博物館 這裡有一個展覽 展覽了一塊很特別的化石 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在開始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說過 其實恐龍不是最早出現的生物 因為三葉蟲 在公元五億年前 已經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而作為 三葉蟲 和蠍子的近親 馬蹄蟹 就是在公元四億七千五百萬年前 誕生在這個世界上 而恐龍呢 就是在公元二億三千萬年前 才出現的 而在馬蹄蟹 三葉蟲 和恐龍裡面 我們去到現在 才能夠見到馬蹄蟹的蹤影 這塊特別的化石 就是馬蹄蟹的化石 它是由德國專程幫送過來的 已經有一億五千萬年的歷史 和這塊化石 其實我們不難發現 四億五千萬年前的馬蹄蟹 和現今的馬蹄蟹 身體結構其實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以想想 究竟馬蹄蟹 為何在四億五千萬年 這麼長的時間 都沒有盡力國中化呢 看完馬蹄蟹的化石之後 這個展覽還有沒有東西看的 當然有 這東西比馬蹄蟹更早出現 除了馬蹄蟹的化石之外 這裡還展示了很多不同動物的化石 就像這個三葉蟹的化石 其實三葉蟹就是馬蹄的祖先 我們可以看到 三葉蟹的身體結構和馬蹄蟹很相似 今天我們的報道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隨著時間的推薦 和馬蹄蟹同時期的生物 很多都已經進化了 或者滅絕 為了馬蹄蟹還保留著 它最原始的形貌 和身體結構 那為何馬蹄蟹經過寫幾年 都沒有進化呢 答案我就先買個關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答案的話 可以上網 或者問問你們的老師 今集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